大事結婚宴客接受親友祝福 卻因疫情婚宴不能辦 指揮中心調降疫情警戒到二級 能辦桌宴客 但彰化婚宴業者卻不樂觀 我們的能力就是配置 就是在做大型宴會 是最主要的那一塊 所以其實就算目前來說 可以開放50人以內用餐 對我們的營收來說 也是杯水車型 三級警戒期間 大型婚宴會館林業績 降級了心理人大退堂股 因為開放婚宴半桌不能禁酒 室內還有50人上線 採梅花座又要保持安全 距離頂多一桌座五六個人 若是戶外上線百人最多10桌 業者光是人士 食材成本開銷根本划不來 那所以其實在 比較大型宴會聚餐 不管是社團 或者是婚禮的那一塊的話 我們目前暫時都還是 沒辦法做公餐的一個服務 二級微檢峰室內上線 50人彰化業者維持冷凍食品銷售 台中婚宴業者以便當外賣為主 我們大家知道 現階段可能不太可能全面開放 當疫苗沒有很普及之前 我相信消費者來用餐 他也會有很多擔心的 顧慮的事情 另外台中還有酒店改變模式 百會自助餐各國美食 變成精緻便當 用餐時間管控上線20人 入內挑選 中央一步步解封 但有婚宴業者認為疫情狀況不明 加上疫苗接種覆蓋率不夠高 民眾多觀望 他們的營運模式也只能 停看停 三雄中部綜合報導